第731章 波尔奥马圣者杀到 正如同唐明阳所想的这样 这块神秘骨头的蓝色火焰 一碰到它的黄泉血海之力就会收回去 悠悠 见到神秘骨头收回了火焰 小悠气焰更是嚣张 她大声嚷嚷着 说这骨头真是一块软骨头 好了 小悠 你也别来欺负这块骨头 唐明阳内心有些无语 她的意念从意识里画出一个身体 将这内心仍愤愤不平的小家伙 抓在掌心里 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厌尾 示意她息怒下来 悠悠 小悠这才乖乖听话 唐明阳伸手一抓 又将那块神秘的骨头抓在手里 认真研究起来 在骨头表层的圣门 她只认识一种 那就是元煞圣碑状的圣门 在她看来 这应该是当初在这里建立下 这个封印秘境的圣者大能留下来的吧 还有一种长条形的圣门 唐明阳觉得里面的气息很熟悉 悠悠 感应到唐明阳的疑惑 小悠大声嚷嚷着 说她认识这种圣门 哦 这到底是什么圣门 唐明阳问道 悠悠 小家伙说 这种圣门叫做浮光圣门 她修炼的浮光圣道观想觉 就是这种圣门了 这么说 当年封印这块骨头时 浮光圣尊也出手了 唐明阳目中透着疑惑 除了这两种圣门外 其余的十多种圣门 唐明阳一个都不认识 而这些圣门的气息 有些比袁煞圣尊 浮光圣尊留下的封印圣门都要强 唐明阳总觉得这块骨头内 似乎是有意识的 可她用念头无论怎么沟通 总是无法感应得到 小悠 小翘 你觉得这块骨头内有意识吗 唐明阳问道 在这方面 这两个小家伙的感应 可比她准确很多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着 她说她感应不到 旁边的小翘也飞到唐明阳面前 转来转去 也表达着她小翘也感应不到 唐明阳有些意外 若是连这两个小家伙 都感应不到这块骨头里有意识 那么这块骨头真的就只是一个死物 里面没有意识存在了 若是它里面没有意识 那你们这么生气的找这块骨头的麻烦干什么 唐明阳问道 悠悠 小悠还觉得自己很有理 她大声嚷嚷着 她说她小悠就是看这块骨头不顺眼 旁边的小翘也同仇敌忾 表达着同样的怒火 看她不顺眼 那以后不理她不就行了 唐明阳内心很是无语 她知道 小悠这个小家伙 她若是讨厌一件东西 那就是真的讨厌了 悠悠 小家伙大声嚷嚷着 她说唐明阳的石海可是她小悠的地盘 唐明阳哭笑不得 她只能在这霸道的小家伙小脑袋上敲了一记 说道 那从现在开始 我宣布 我的石海里 要滑出这么一块小小的地方 让这块骨头容身 你答不答应 悠悠 小家伙很委屈 她可怜兮兮的 她说唐明阳你都这么说了 她小悠敢不答应吗 不过 这块骨头若是赶在石海里胡作非为 那羞怪她小悠将她赶出去 好好好 唐明阳知道这小家伙在气头上 她只好顺着这小家伙的情绪答应下来 她换了不同的方法 试着炼化这块骨头 在她看来 这块骨头的蓝色火焰连真正的圣者都能够击退 她若是能够利用 以后遇到真正的圣者就算不敌 那也有报名的手段了 不过 试了大半天 唐明阳发现这块骨头根本不理她 只是在她的石海里吸收她的黄泉血海之力 若非见识到这块骨头击退了圣者 她甚至怀疑她到底是不是一件圣宝了 因为看上去 她半点气息都没有 圣力注入其中 她就像是一个无底洞 无论唐明阳注入多少黄泉血海之力 她都照吞无误 在这块骨头里 除了她表层的那些封印圣文在其内部 唐明阳也根本感应不到任何的法则气息 更别提圣道本源和法则意志了 也就是说 她不具备有圣宝的特征 她无法靠着圣力来催动 她甚至是一件死物 她的威力 只是靠着她表层的那些诸圣封印的圣文 不过 反念一想 若是这块骨头平凡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厉害的圣者来封印她呢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着 她说她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 唐明阳看向这个不怎么爱动脑筋的小家伙 筋个儿怎么开窍了 悠悠 小家伙从唐明阳的额头上飞了下来 来到这块骨头面前转了一圈 她大声嚷嚷说道 这块骨头被这些神秘的圣微给封印着 说不定她的意志也被封印了呢 她和小窍联手 可以吞噬骨头上的封印圣文 虽说不知道何时可以吞噬掉 但总有吞噬干净的那么一条 等去掉这些封印圣文 不就知道这块骨头到底是什么东西了吗 唐明阳一听 眼睛也一亮起来 还真别说 这回小悠还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办法 不过转念一下 只怕这个小家伙的目的 可不是帮唐明阳探索这神秘骨头的秘密 而是向焚烧掉 那让它很不爽的封印圣文吧 你的主意不错 不过 以后我想不出办法时 再试试看吧 唐明阳也不好服了 好不容易动一次脑子的小悠 她委婉地拒绝 这块骨头乃是轮回丹要她找的 那么最正确的方法 那就是等轮回丹来处置吧 小悠一听唐明阳 不立刻采纳她小悠的注意 很是沮丧 并且从唐明阳的掌心里溜了出来 飞到唐明阳的头发上 乱发一通小脾气 将唐明阳的头发都弄乱去 旁边的小窍有样学样 也跟着在唐明阳的头发里 钻来钻去 大闹一番 看到这两个小家伙如此 唐明阳也就任由他们去了 我们该离开这里了 唐明阳说道 随着她破坏这里的祭坛石碑后 这方秘境也逐渐地崩塌 开始和原来的世界融合 小悠将火海收回去吧 唐明阳吩咐说道 悠悠 小悠生气归生气 可唐明阳的吩咐她不看不做 她念头一动 周围的幽怜 炎火之海全都被她给收了回来 没有了小悠的幽怜 炎火之海的加持 涌进这方秘境的原煞圣道法则之力 快速地将这方秘境虚空给占领 然后快速地和浮光世界的本源同步 唐明阳放眼看过去 周围的虚空里不再有原煞圣道法则 她看到很多处虚空都开始扭曲 形成一个个崩溃的空间漩涡 而在漩涡的中心里 隐约有着浮光世界的影像闪烁着 小悠 唐明阳再唤了一声 悠悠 小悠和唐明阳心有灵犀 她一面一动 在唐明阳身体周围形成一个火焰防御罩 抵挡周围的空间乱流 唐明阳站在虚空里静静地等着 每一个崩溃形成的空间漩涡 都是一个通往浮光世界的出口 直等里面的能量稳定后 唐明阳踏入其中就像是踏进传送通道一样 不过到底哪个漩涡才是通往陨星大陆的 这倒是让唐明阳泛难起来 算了随便选一个吧 无论传送到哪里 到时候再回陨星大陆就是了 唐明阳心里暗自地想着 与此同时 某个传送通道里 波尔奥马圣者带着奥尔摩多站在一片虚空里 在他们的面前 则是一片浮光圣道法则形成的能量防御罩 他们传送阵的坐标是直接锁定唐明阳所在的祭坛石碑的 不过 浮光世界已经被封印起来 隔绝外界 就连传送通道到了这里 也会被阻拦下来 所以 波尔奥马圣者若想传送进唐明阳那里 就必须打破浮光世界的法则能量罩的阻隔 不过 若是打破这层法则能量防御罩 定然会惊动浮光世界的十大圣灵 那十大圣灵虽然只有伟圣的实力 但他们手中都有一件浮光圣尊留下的尊级圣宝 再加上他们能够动用整个浮光世界的本源圣道 所以 只要浮光圣灵不离开浮光世界 在里面没有谁会是他们的对手 当然了 波尔奥马圣者作为元煞圣域的九大圣者之一 他手中也有一件元煞圣尊留下的尊级圣宝 所以在圣宝方面他并不下于浮光圣灵 但里面毕竟是十大圣灵的主场 就算他的实力比浮光圣灵强 浮光圣灵在里面永远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虚速战速决 波尔奥马圣者心里暗自地想着 对付一两个浮光圣灵还行 若是对付十个 他可要抱头数窜了 他手里突然多出一个大锤 看上去古朴无华 就如同是一块灰色石头雕刻的石锤一样 不过当波尔奥马的胜利注入其中时 灰色的石锤表层开始浮现出淡蓝色的光芒 光芒里一个个杯形符纹凝聚而出 整个虚空仿佛充斥着元煞圣道法则气息了 旁边的奥尔摩多看到这个大锤 目光里透着狂热 蓝色的圣道法则光芒 先是这个大锤的品级 那可是遵级本源圣宝的标志 那杯形的圣文又让奥尔摩多渴望 若是他能够得到这个大锤 日月参悟里面的本源圣道气息 那么过个几百上千万年 他是否就能够达到圣道之境了 不过他也知道 就算他立下再大的功劳 波尔奥马圣者也不可能帮他成为圣者的 因为元煞圣域里的资源有限 多一位圣者出来 就代表着圣域里所剩不多的本源圣道法则 多一个修炼者来瓜分 我们进去吧 波尔奥马圣者淡淡地瞥了眼旁边的奥尔摩多一眼 他话音落下时 手中的大锤已经朝着面前的能量防御罩锤去 第732章唐明阳的算计 波尔奥马圣者手中的大锤 朝着前方的能量防御罩砸去 整个能量防御罩里 蕴含着强大的圣道法则意志 在这个瞬间 立刻浮现出淡淡的蓝芒 蓝芒代表着这里的圣道法则意志 也同样达到圣尊级别 毕竟浮光圣域乃是浮光圣尊所开创的世界 这笼罩整个圣域的能量防御罩 带着浮光圣尊留下来的意志 甚至可以说 整个浮光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圣尊级别的圣堡 两股能量碰撞 波尔奥马手持的圣尊大锤 携带着他的圣者之力轰落而去 在这一刻 深厚的奥尔摩多只觉得他半步圣者的修为 在这大锤所散发的威能里 他就如同是一片风中无处借力的枯叶 他只觉得若是这波尔奥马圣者要捏死他 并不比捏死一只蚂蚁难多少 差距吗 圣者和半步圣者 差距本来就是天壤之别 更何况眼前的波尔奥马圣者 还拥有一件圣尊级别的本源圣堡 并没有奥尔摩多所想象的惊天动地 当波尔奥马圣者的大锤 轰向前面的能量防御罩时 拿出能量防御罩抵挡不住 崩塌开来 这倒不是说 这浮光世界的能量防御罩不厉害 只能说波尔奥马手中的大锤太强大了 毕竟它是集中力量攻击一个点 而能量防御罩的法则意志 则是要覆盖整个浮光世界的巨大面 走几个时辰后 浮光圣灵就会得到我们入侵的消息 波尔奥马圣者沉生说道 在他轰碎这法则能量防御罩时 这法则能量防御罩上 荡漾起圈圈的连依波纹 朝着浮光世界的中心传递而起 信息的传递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奥尔摩多只觉得原本停滞的传送通道 那包裹着他的空间之力 再度拉扯着他往预定的时空坐标方位拉扯而去 进入浮光世界后 他们体内的圆煞圣道气息 立刻受到这方世界的本源法则压制 咦 突然之间波尔奥马的眉头皱了起来 怎么了 奥尔摩多小声地问道 你所说的那方秘境空间正在崩溃 我们的空间传送坐标开始不稳了 波尔奥马圣者的声音落下 整个传送通道开始颤抖起来 这 奥尔摩多傻眼了 那方秘境空间崩溃 那个人类若是跑了 他却让波尔奥马圣者千里迢迢跑来这里扑个空 甚至可能引发波尔奥马圣者和这里的浮光圣灵大战 只怕 只怕波尔奥马圣者毫不犹豫就会捏死他泄愤吧 去看看 波尔奥马圣者说着 似乎在掐动圣绝重新调整了传送坐标 整个传送通道再度稳定下来 几个时辰后 前方突然出现一个空间之门 到了 奥尔摩多内心忐忑着 他的灵觉意向偷偷地往空间之门浮探出去 只见整片空间里 早就没有任何一丝 袁煞圣道法则气息 全都是浮光圣道法则的能量乱流 奥尔摩多的内心跌倒了冰骨 他的灵觉意向在浮光圣道法则乱流里要不仅受到压制 还要受到法则乱流的吞噬 并不能浮探有多远 转瞬之间 他们就从传送通道里出来了 哼 奥尔摩多只见波尔奥马圣者冷哼一声 紧接着一股强大的袁煞圣道法则意志 以波尔奥马圣者为中心 浮荡开来 圈圈的连衣波纹 所到之处 这里的浮光圣道法则避让 空间乱流平息 整个崩塌混乱的虚空 慢慢的凝固起来 那些崩溃的空间漩涡里 很多都如同一个个传送通道般 只要稳定后 既可以直接传送进浮光世界的各处 此刻随着空间的稳定 也慢慢的消失了 怎么回事 另一边 正在虚空里的唐明阳 本想等待着空间漩涡通道再稳定些 他才决定离开这里吧 毕竟漩涡通道不稳定 贸然踏入 很可能有崩溃的危险 可没想到 这渐渐稳定的漩涡通道 突然诡异的缩小消失起来 而周围肆虐的空间乱流 仿佛受到某种法则的牵引 慢慢的平息下去 整个虚空又恢复了稳定 与此同时 一股元煞圣道法则抑制 重新掌控这方天地 这是 唐明阳脸色大变起来 这股元煞圣道法则抑制 若论强大程度 比不上先前祭坛石碑的封印符文的百万分之一 但这股元煞圣道法则抑制却是活着的 唐明阳在其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抑制 圣者降临了 唐明阳内心暗自地想着 幽幽 小幽大声嚷嚷着 管他什么狗屁的圣者 来了他小幽就要一口气给烧死 他意念一动 幽连烟火之海瞬间将方圆几十万米给笼罩住 而随着这段时间的实力提升 小幽的灵觉意象也不再是只能瞬间笼罩方圆万米了 小翘也不甘示弱 他从唐明阳的石海飞出来 召唤出无数的剑翘圣文 守护在唐明阳的身边准备迎战 波尔奥马圣尊就是他 就是这个人类 他还没有走 他还在这里 就在这时候 虚空里传来一个意志不住兴奋的声音 这个声音的主人正是奥尔摩多 奥尔摩多见到唐明阳还在这里 他真的太高兴了 因为唐明阳在就代表着他能够活 他虽然不明白那圣父留下的祭坛为什么不见的 但他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是他 唐明阳愣了愣 他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 立刻想到了奥尔摩多 他的心一沉 没想到这奥尔摩多散去念头时 所说的倒是真的 此魔真的带来一位圣者来斩杀他了 他看过去 只见前方被小悠掌控的幽怜炎火之海里 突然荡漾出一片法则意志的气息 这股法则意志浮荡开来 将小悠那饱含朱天建议的幽怜炎火都熄灭开来 这是真正的圣者意志 乃是凌驾于本源圣道意志之上的 小悠的朱天建议只能算半吊子 对付那些封印圣文的意志还行 对付波尔奥马圣者的意志就不行了 悠悠 可小家伙管不了这么多 他见到奥尔摩多就怒红了眼 就要组织一波幽怜炎火之剑斩杀过去 小悠 住手 唐明阳赶紧喊住这冲动的小家伙 悠悠 小悠虽然很冲动 但很听唐明阳的话 他很不解 可还是按照唐明阳的吩咐 暂且忍了下来 前方被荡开的幽怜炎火之海里 走出两个男子 其中一个男子正是奥尔摩多 唐明阳认得这奥尔摩多 不过此人此刻就如同奴仆一样 跟在另外一个男子的身后 唐明阳的目光看向这个男子 他的面容想要认真看去时 却变幻莫测起来 看不真切 他身上也没有半点的气息 不过他只是淡淡地站在这里 除了眼睛能够看得见他 其余的意象却浮探不到 而这个男子站在这方虚空时 周围就会以他为中心 生成一股股精纯的 袁煞圣道本源法则 这就是真正圣者尊荣吗 唐明阳内心暗惊 当他被这个圣者的目光笼罩时 唐明阳只觉得他的心灵之间 就生出一种恐惧 就生出一种膜拜 他就觉得他自身 犹如一个蝼蚁般微小 若不是他的身体周围 有着小幽的幽怜炎火能量防御罩 抵挡吞噬着 只怕单是这圣者的一个眼神 就让唐明阳念头崩溃了 波尔奥马圣者 我所说的此子的诡异火焰 就是这紫色的火焰了 奥尔摩多指着周围的幽怜炎火说道 果然像幽怜炎火 不过其内蕴含着一股极其惊人的剑意 这到底是什么剑意 波尔奥马圣者的脸上 透着几分震撼之色 随着他的情绪波动 整个时空仿佛也颤抖起来 他不想和唐明阳这只蝼蚁废话 不过当他正欲要杀死唐明阳之时 突然感受到什么 目光一寒停下手来 另一边 原来是来杀我夺宝的 唐明阳想到这里 目光一寒有了算计 他知道 就算小幽和小翘联手 这个圣者若是要杀他 只怕他也会如同蝼蚁般被捏死吧 幽幽 感应感唐明阳的想法 小幽很不满地大声嚷嚷起来 他说他小幽最近实力大尽 还未战斗怎么就知道他小幽打不过 旁边的小翘也站一腾腾起来 仿佛在说他小翘也领悟了新的绝招 实力也大尽了 好了 真正的圣者 可不是那些被你们吞噬的圣道法则意志那么简单 我有一计 生死在此一搏 你们且要好好听我的吩咐 唐明阳说道 悠悠 小幽一听唐明阳有了计谋 他顿时好奇起来 大声嚷嚷着 到底是什么计谋 他说他小幽一定认真执行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唐明阳先卖了一个棺子 他看着这位本尊将领而来 却不急着捏死他的圣者 他恭敬地说道 这位圣者大人 你将领而来这里 想必是想要杀我夺宝的吧 不过 想必你也看得出 我这句肉身 只不过是参见 浮光圣尊传承的 考核者肉身 我的本尊真身 并不在这里 所以你就算将我这肉身回去 也无法将我的本尊斩杀 第733章第三位圣者 波尔奥马圣者静静地看着唐明阳 他没有任何的表态 他想要听听唐明阳 到底要说什么 以他的境界 他当然看得出唐明阳这具肉身理 有着浮光圣道的禁忌法则营绕 乃是一句考核肉身 并非唐明阳的本尊 唐明阳也在赌 毕竟若是这具肉身毁了 那么他也算考核失败 按照考核规则 他也是要被抹杀的 还好 这波尔奥马圣者 并没有立刻捏死他 圣者大人 你定然以为这紫色火焰是一件了不得的本源圣宝吧 其实他并不是 这紫色火焰乃是一个生命 他和我一样 也是浮光圣道的考核者 他之所以能够引动浮光圣道本源法则 那是他修炼了 浮光圣道观想诀 小幽 你出来见见这位圣者大人 唐明阳大声地说道 幽幽 什么狗屁圣者大人 他小幽才不在乎 不过唐明阳的话 小家伙不敢不听 他念头一动 也就在火海里凝聚一具幽怜炎火分身来 他朝着那边的波尔奥马大声嚷嚷着 表达他小幽的怒火 咦 原来如此 他应该是一件强大的剑织圣灵生命吧 波尔奥马看着小幽 瞬间看穿了小幽的本质 唐明阳内心大惊 气灵进化到顶端 就会成为圣灵 也就如同浮光圣灵少女那般 没错 他和我一样 他的本尊也不在这里 他只需一个念头散去 就可以离开这里 唐明阳强作镇定地说道 旁边的奥尔摩多一听 额头不自觉地冒出冷汗 若真是如此 那岂不是说他请波尔奥马圣者来这里 要白忙会议场了 波尔奥马圣者 这小子所说到底是真是假 直接将其斩杀 看看本源圣宝在其身上就知道了 奥尔摩多声音有些发颤地说道 他内心开始恐惧了 若真的如同唐明阳所说的 那么波尔奥马圣者来这里将一无所获 他的下场可想而知了 波尔奥马圣者看着唐明阳 他不为所动 像是等待着唐明阳的下门 我只想保全我这个考核身躯 我愿意用在这里得到的一件宝物 换取圣者大人放过我一次 唐明阳说道 什么宝物 波尔奥马圣者开口说道 他的声音不大 直接响荡在唐明阳的石海里 我研究不透 也不知道是什么宝物 不过他被封印在这里 其上又有重重圣文守护 想来不是反品 唐明阳说着 他的念头一动 将石海里的那块神秘的骨头拿了出来 用黄泉血海之力包裹着 他摊开掌心 手中的这块神秘骨头 缓缓朝着波尔奥马圣者飞去 没错 他的算计全都在这块神秘的骨头上 因为这块神秘骨头上的封印圣文 先前曾经击退过一位真正的圣者 而且唐明阳敢肯定 那位被击退的圣者和这一位 不是同一个 他自知面对一位真正的圣者 就算小优和小翘联手 也没有任何的胜算 所以 他的所有赌注都在这块神秘的骨头上了 咦 这是 波尔奥马圣者的灵爵异象浮探而过 他瞬间就将唐明阳 附在其上的黄泉血海之力给泯灭掉 不过当没有了唐明阳的那层黄泉血海之力后 他的灵爵异象浮探向那块神秘的骨头时 却扫荡一空只觉得那里空荡荡的 能够瞒过他的圣念意象扫荡的东西绝非凡品 他的念头一动 那块神秘骨头化作一道流光朝着他快速飞过来 他没有贸然用手去触碰 这让一旁的唐明阳心儿提到了嗓子眼上 悠悠 石海里小悠也急得团团转 自从知道唐明阳要用这块神秘骨头去暗算波尔奥马圣者后 这小家伙看向那块神秘骨头时也顺眼多了 这是圣父的气息 上面的诸多封印里有圣父留下的天啊 其他的封印 都是圣尊级别的大能强者 这块骨头到底是什么东西 竟然让如此多的圣尊大能强者出手封印 波尔奥马圣者声音充满了激动 他活了无数岁月 身为圣者 已经很少有东西能够让他情绪如此的失手了 不管这块骨头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是上面留下来的如此多的圣尊的封印符文 若是日月参悟 感悟各位圣尊留在其上的封印气息 这本身对于他的修为来说都是一件大有必义的事情 这件东西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波尔奥马圣者问向唐明阳 可他的目光至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这块神秘的骨头 在这片秘境空间里有一个祭坛 我破开这个祭坛里面封印的就是这块骨头 唐明阳如实地回答 他看到波尔奥马圣者还没有用胜利或者肉身去触碰这件神秘的骨头 他的内心也是紧张 这么说 这块骨头是圣府联合诸多圣尊 共同封印在此的了 波尔奥马像是在跟唐明阳说话 又像是在囊囊自语 但是看着上面的封印圣府 还无法感受其上的本源气息 所以就算是非常谨慎的波尔奥马 也忍不住用胜利灌注进这件神秘骨头里 想要亲自体验一下其他圣尊的气息 他将胜利灌注其中 唐明阳只看到一团赤色的胜利 包裹住这块神秘骨头 紧接着 神秘骨头受到刺激 其上慢慢开始浮现出一团柔和的蓝芒 蓝芒里 那些诸圣的封印符文浮现出来 波尔奥马大喜 他只觉得这蓝芒里 带着各种圣尊的本源气息 他赶紧用灵觉念头浮探进去 想要更进一步感受里面的本源 可就在这时候 一种前所未有的危险 在他的心灵里汹涌而出 不好 波尔奥马圣者的反应 可谓是快到了极点 在他的身体周围 立刻浮现出一层能量防御罩 这层能量防御罩旗上 泛着淡蓝色的圣道法则符文 正是他的那件圣尊级别的大锤 所画的防御罩 中招了 唐明阳见到波尔奥马 用胜利触碰这件神秘骨头 他内心也大喜 接下来就全看神秘骨头的发挥了 至于波尔奥马圣者会将这块骨头给夺走 唐明阳一点都不怕 因为他有种预感 那就是这块神秘骨头就是他的 无论是谁都夺不走的 小悠小翘 做好防备 唐明阳大声地说道 他并没有选择逃跑 他知道 在圣者面前 他这点速度 哪怕是逃入传送通道 只怕圣者也会踏破虚空的来追杀得到他的 他只有防御 他只希望眼前这位圣者 也像先前那位圣者一样 被这神秘骨头给击退 悠悠 小悠也知道情况危急 他没有犹豫 立刻在唐明阳的身体周围 布置了重重的幽怜炎火之剑 小翘也站一腾腾 立刻和小悠进行合体 同时这小家伙也召唤出大量的剑翘圣门 加持在唐明阳外层的火海能量罩上 能做的 唐明阳都做了 剩下的只能够听天由命了 不过 接下来的那一幕 有些超出唐明阳的意料 在神秘骨头开始泛起淡蓝的光芒时 他就看见奥尔摩多的身体周围 浮现出一个能量防御罩 这个能量防御罩的外形像一个锤形 其上犯着同样淡蓝色的杯形圣门 看到这淡蓝色的杯形圣门时 唐明阳内心一颤 他有着直接 他知道这位圣者身体周围的能量防御罩 绝对是和神秘骨头上的淡蓝色圣门 乃是同一级别的 大家都是同一级别 神秘骨头能否奈何得了这波尔奥马圣者呢 唐明阳的心理开始没有底了 可就在这时候 他就见到波尔奥马圣者周围的虚空 突然诡异地崩塌起来 紧接着一道淡蓝色的闪电 以迅雷不及眼耳之势 快速地从崩塌的虚空里击杀而来 这是 唐明阳愣了愣 有人偷袭 他虽然感受不到这道淡蓝色闪电的气息 但唐明阳的心理里 已经被一股浩瀚的圣威给惊住 他瞬间明白过来了 原来在暗中还埋伏着一位圣者 这位圣者 是不是先前那位被神秘骨头击退的圣者 不死心潜伏在暗处呢 不是那一位 不知怎么的 唐明阳的内心中有那么一种感觉 这是第三位圣者 他内心已经惊出一身冷汗 原来在暗处还藏着这么一位圣者 若是这位圣者想要暗海于他偷袭出手 那么他岂不是死无葬身之地 等等 然而惊出一身冷汗的唐明阳转念一想 又发现不对劲了 若是这位圣者想要杀他 又用得着偷袭吗 他隐约有着感觉 这位圣者似乎对他并没有恶意 其实唐明阳并不知道 这位波尔奥马圣者降临在这里时 并没有立刻对他下杀手 就是感应到了隐藏在暗中的那位圣者 忌惮之下 没有轻举妄动的 再回到波尔奥马这一边 其实他早就有防备 所以 当内心的警罩升起时 他立刻激发能量防御罩 面对暗中的那位圣者的攻击 他有足够的时间应付 轰 那道快如闪电的蓝芒 激在波尔奥马圣者的能量防御罩时 只是在能量防御罩上 荡起了细细的涟漪 并不能够击破波尔奥马圣者的 能量防御罩 不好 中计了 不过 这一刻波尔奥马圣者的脸色 却极度难看起来 第734章圣蒙 中计了 波尔奥马圣者的脸色苍白起来 他右手握着遵级圣锤 圣锤上闪烁着淡蓝色的圣纹 营绕在他的身体周围 然后再传递能量给他身体外围的能量防御罩 他的左手正用胜利握着那块神秘骨头 而此刻 那块神秘骨头泛起的蓝光 不知何时已经演化成为蓝色的火焰 火焰里 泛着浓郁的尊级本源气息 这是圣尊之火 这一刻 波尔奥马圣者明白了 原来先前在刹那之间 他内心感受到的危险预兆 并非来自暗中埋伏的圣者的偷袭 而是来源于这块神秘的骨头 只是那位圣者从暗处偷袭而出 将他的注意力转移 从而使得他误以为危险来自于偷袭处 忽略掉神秘骨头的危险 好狠毒的算计 波尔奥马圣者运转胜利 他右手握着的大锤里 涌现出一团蓝色的杯形符纹 想要压制住左手里燃烧着的圣尊之火 同样是圣尊级别的符纹 不过那块骨头里 蕴含着诸多圣尊级别强者的封印之力 而波尔奥马圣者手中的大锤 不过是元煞圣尊炼制的一件尊级圣宝而已 两者之间微能不可相提并论 不过 好在神秘骨头的封印符纹乃是死的 只会本能地燃烧 波尔奥马全力压制 还是能够压制得住的 但 这时候 那方崩塌的虚空里 一阵浮光圣道本源法则涌动 走出一位浑身萦绕着圣洁光芒的少女 她手持一柄闪烁着蓝色电芒的长剑 赤裸着双足 一双毛子冷静而带有杀意 第三位埋伏在暗中的圣者 就是她 唐明阳看到这个少女时 她浑身一颤 她见过这个少女 当初她刚刚领悟黄泉异象领域时 曾经看过这个少女出现在她的身后 为此还吓了她一大跳 幽幽 小幽见到这个少女时 突然很激动地大声嚷嚷起来 你认识她 唐明阳面容突然古怪起来 幽幽 小家伙大声嚷嚷着 她说这个少女就是逼她小幽 修炼浮光圣道观想觉的少女 不过唐明阳听着小家伙的语气 似乎这个小家伙还很不情愿修炼的样子 而且从这小家伙的态度来看 似乎也对这个少女很不客气 唐明阳听到着 脸色大喜起来 原来这位少女就是传说之中的浮光圣灵啊 既然她这么器重小幽 看来对她也应该没有多少恶意才是 不过 匹夫无罪怀必其罪 谁知道她是不是也来争夺这块神秘骨头的 唐明阳参加浮光圣灵 不管如何 唐明阳还是恭敬的行礼 悠悠 小幽大声嚷嚷着 她说对她不必这么客气 而且 她可不敢违背她小幽的话 听到这 唐明阳内心更喜 不过小幽敢这么放肆 她可不敢 唐明阳 你身具大气韵 虽然爱闯祸 但每次总能逢凶化吉 我小看你了 怪不得小幽总要吵着回到你身边 福光圣灵少女 一双梦幻的毛子 认真的打量着唐明阳 里面透着震撼 更多的是想看透 萦绕在唐明阳身上的秘密 作为福光圣灵 他当然知道这个秘境 当然知道这里的封印 只带有缘人 才能够揭开 为此 在福光世界里 有十多件散落在各地的信物 只带有缘人 集齐了 来到这里 才能够打开这里封印的 可他没有料想 眼前这个唐明阳 竟然无视什么信物 也无视什么禁忌 就直接将这里的封印 给暴力破开了 前辈过誉了 唐明阳谦虚地说道 至少在这一刻 他在这个福光圣灵少女的面前 感受不到对于他的敌意和杀意 他的心稍稍安息下来 我叫福光电灵 你以后呼我电使者即可 福光圣灵少女说道 是 电使者 唐明阳恭敬地说道 他知道 这个福光圣灵少女 肯将名字说给他听 那是正眼瞧得上他了 另一边 波尔奥马圣者脸色越发的难看 他发现这块骨头上 纳由袁煞圣尊刻画的 碑形封印符文 竟然隐约对他手中的大锤圣文 有着克制作用 而且这块神秘骨头的诸圣封印符文 随着和他的对抗 不仅越沾越勇 还能够吸收他的胜利能量来壮大 他想要将这块神秘骨头给扔掉 可却发现这块骨头竟如同复古之躯 扔之不去 福光电灵 在下元煞圣域的波尔奥马 我知道擅闯福光圣域是不对 我愿意领罪受罚 你开出条件吧 波尔奥马圣者开始服软和求饶 若是没有这块神秘骨头的焚烧 他并不怕眼前这位浮光圣灵少女 他大可以破开虚空逃跑 可如今他时时刻刻要分出七八成的实力 来压制神秘骨头的圣尊之火蔓延 哪里还有余力对抗福光圣灵少女 福光圣域乃是福光圣尊的道统传承之地 放我福光圣域者 无论是谁 哪怕是圣者 都该诛杀 福光圣灵少女 目光冷冷地看着眼前的波尔奥马圣者 他的视线落向那块神秘骨头时 也透着震撼和忌惮之意 虽然他早就知道这里有一个神秘的封印 但他也不知道这个封印里到底封印着什么 再者 在他们十大福光圣灵之上 还有福光圣道的本源意志 真正掌管福光世界的 其实是这股神秘强大的本源意志 你就算我擅闯你们福光圣道 也最不该死吧 况且我乃是圣者 我的性命受到圣蒙的保护 我若是死了 圣蒙就会追查下来 你们福光圣欲可承担得起诛杀我的后果 波尔奥马圣者带着几分威胁地说道 他提到圣蒙时 脸上的惊恐稍稍去了些 仿佛那是一道护身服似的 果然 福光圣灵少女听到圣蒙二字 脸上透着恭敬和忌惮 就在福光圣灵少女犹豫不决时 明明虚空里 突然一股意志降临在她的身上 这是掌控福光世界的本源法则意志 福光圣灵感受到这股本源法则意志 突然明白怎么做了 他说道 放你离开可以 但你需留下手中的圣锤 作为入侵我福光世界的谢罪之物 你 波尔奥马圣者一听 顿时愤怒了 没有这件遵级圣锤 他的实力何止下降百倍千倍 修为达到圣者之境后 要想再前进一丝 千难万难 最快提升实力的 无疑是找到那些远古圣者大能们留下的本源圣宝 或者某些先天混沌圣宝了 你要锤还是要命 当然 放心 我给你足够时间的考虑 不过 只怕你手中的那颗神秘骨头 可不会给你时间考虑 福光圣灵少女有恃无恐地说道 她就吃定了这波尔奥马了 你难道真的想杀了我 波尔奥马愤怒地说道 谁说我要杀了你 这不是你自寻死路吗 放心 圣蒙若是追查下来 这里的影像 我等会如实上报 要知道 杀你的可不是我 而是你手中抢夺而来的那颗神秘骨头 福光圣灵少女说道着 笑了起来 波尔奥马圣者咬牙切齿 她将前因后果细细地理顺 此刻福光圣灵少女表明不杀她 只是要她赔偿 她理亏在先 擅闯别人的地盘 又因不肯赔偿而被手中的神秘骨头的圣尊之火给杀死 那么她陷若真因这个鹅原因死在这里 那么圣蒙追查下来 还真不能拿福光圣灵如何了 好 我给 要锤还是要命 还无疑问 锤没有了 还可以再找回来 命没有了 可什么都没有了 再者 没有了这件圣尊级别的圣锤 她的手里还有一件备用的圣王级别圣剑 总归能够防身了 她最后看了手中的圣锤一眼 这就如同被人割掉半条命一样 拿去 波尔奥马圣者一咬牙 还是将手中的圣锤交个出去 虚空里一团浮光圣道本源法则将飞射而来的圣锤包裹着 很快发现了留在圣锤里的圣念烙印 浮光圣灵少女笑着说道 既然交出了锤 那就把你在锤里的印记给撤销吧 好 波尔奥马圣者吐出一个好字 他的心在滴血啊 他发誓 以后若给他逮到机会 他是必要百倍千倍的报复回去 他将留在圣锤内的印记给撤去 在这个瞬间 他瞬间失去了和这圣锤的联系 伴随了不知多少亿年的圣锤 他纵横整个环宇天地的底牌 就这样交出去了 你可以走了 浮光圣灵少女将这圣锤检查一遍 确实发现没有在留下印记后 他收入储物戒指里 这才对着波尔奥马圣者淡淡地说道 这就如同打发一个手下败将 我已经将锤交给你了 快骨头的圣尊之火 你总该熄灭了吧 波尔奥马圣者急声说道 没有了圣锤的尊级圣文的压制 他如今全力出手 也无法抵挡这圣尊之火的蔓延 而此刻见到浮光圣灵少女 并没有撤掉这圣尊之火的意思 波尔奥马圣者如何不及 只怕再过几分钟 这圣尊之火就能够要了他的命啊 第735章圣者经核 波尔奥马圣者没有了圣锤后 他手中再度泛起一层能量防御罩 不过这一层能量防御罩里 泛起的杯形圣威却不再是淡蓝色 而是淡黄色的 淡黄色的圣文 代表着这是一件圣王级别的圣宝 能够沟通王级法则意志 这是波尔奥马除去圣锤后 最厉害的一件圣宝了 不过比之尊级的圣锤 威力相差不知多少万倍了 所以就算是圣文级别的圣锤 也无法抵挡那神秘骨头的 圣尊之火的焚烧 这一刻那蓝色的圣尊之火 已经顺着波尔奥马的手臂 渐渐蔓延向他的全身 他愤怒地看着眼前的 浮光圣灵少女 他以为他上当了 他以为这浮光圣灵少女 欲要反悔 最终还是要杀了他 可是他已经交出的圣锤 实力不知下降多少倍 如今就算是单打独斗 他也打不过这浮光圣灵少女 内心那个悔恨啊 浮光圣灵少女 瞥了眼波尔奥马圣者 他的嘴角泛起丝丝的戏谑之意 没有了圣锤 眼前的波尔奥马 在他看来不过是病猫一只而已 他随时可以捏死去 他说道 那块神秘骨头可不是我之物 它到底是什么 我也不清楚 它上面的圣尊之火 难道你以为我能够熄灭 浮光圣灵少女 说的可是大实话 他真的没有本事 熄灭这神秘骨头的圣尊之火 你 波尔奥马圣者一听 彻底傻眼了 浮光圣灵少女继续说道 所以 不是我不想救你 而是我没有本事救你 你被这神秘骨头给烧死了 就算是圣蒙追查下来 也不会怪罪我们浮光圣灵的 你 你敢耍我 波尔奥马圣者怒攻心 他抬起手来颤抖地指着浮光圣灵少女 他恨不得临死前 去跟着戏耍他的浮光圣灵少女 同归于尽 可他知道 他如今若是动手 那根本不会是浮光圣灵少女的敌手 你想活命吗 我倒是知道一个办法 能够熄灭这圣尊之火 浮光圣灵少女突然又说道 什么办法 波尔奥马圣者一听 就如同垂死之间 又见到了救命稻草一样 我知一人可以熄灭这圣尊之火 不过你要求他办事 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浮光圣灵少女说道 你快带我去 波尔奥马圣者急了 他心想着 无论什么代价 他都会付出的 毕竟他连圣锤都赔出去了 那低血的心 再也不介意在华商几道伤疤 远在天边 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了 顿时 他明白过来了 这是这 浮光圣灵少女 有意在坑着波尔奥马圣者一次 波尔奥马圣者 顺着浮光圣灵的目光看去 落向那位在他的眼中 如同蝼蚁般的 唐明阳身上 他顿时明白过来了 他被这神秘骨头给暗算 最开始不就是这小子献给他的吗 是啊 那个小子碰着神秘骨头怎么没有事 人类 速速撤销这骨头上的圣尊之火 波尔奥马圣者 声如雷霆的咆哮说道 随着他的音波 他的圣微怒火 也朝着唐明阳滚荡而去 面对圣微意志什么的 唐明阳根本不怕 滚荡而来时 早就被小悠和小翘给吞噬掉了 有浮光圣灵少女在这里 唐明阳也有事无恐起来 他没有回答 而是在等浮光圣灵少女的指示 你这可不是求人的态度吧 浮光圣灵少女淡淡地说着 你到底想怎么样 波尔奥马圣者也反应过来 他知道唐明阳这等蝼蚁 哪里敢威胁他 这不过是这浮光圣灵少女找出来 想要再敲诈他一笔的借口而已 不是我想怎么样 是你现在有求于他 你就应该有个客客气气的态度 浮光圣灵少女说道 唐明阳一听 他内心也发寒 他可不敢让一位圣者记恨于他 悠悠 小悠感受到唐明阳的想法 他大声嚷嚷着 说就算圣者又如何 他小悠可不怕 古朴剑俏圣文也在唐明阳的石海里不停地钻来钻去 他也战意腾腾的 不知道表达什么意思 人类 你想要什么 尽管开口吧 你是三文圣者 你帮我熄灭了这圣尊之火 我可以用圣物帮你将修为提升至十文圣者 如何 波尔奥马圣者忍着怒火 挤出一丝笑容 声音柔和的问向唐明阳 他当然也知道 这不过是做做样子 实则这里做主的还是浮光圣灵少女 唐明阳也不傻 他可不敢随意开口 他只能看向浮光圣灵少女 浮光圣灵少女笑道 你看着我干什么 机会我已经帮你争取了 你有什么要求 尽管向他提出来吧 真 真让我提出来 唐明阳有些诧异的温度 当然 难不成你以为我戏耍你 浮光圣灵少女说道 这时候 他对唐明阳的态度好了很多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一声 他很不客气 直接在浮光圣灵少女面前飞来飞去 他大声嚷嚷着 说他小悠也要提一个要求 这 浮光圣灵少女顿时有些为难了 他做事毕竟是有原则的 况且 他这样威胁和剥削波尔奥马圣者 实则是背后的本源圣道法则的意志 悠悠 小悠见这浮光圣灵少女竟然敢不答应他 他立刻怒了 飞过去 就想要将浮光圣灵少女的头发给点燃 给他点颜色瞧瞧 其实 一直以来 这浮光圣灵少女都将他小悠关着 让他小悠不能去见唐明阳 他早就看着浮光圣灵少女不顺眼了 好了 小悠 回来 不得对电视者无礼 唐明阳赶紧将这赶于在浮光圣灵少女面前撒野的小家伙喊了回来 悠悠 小家伙大声嚷嚷一声 恶狠狠地瞪了浮光圣灵少女一眼 他还是乖乖听话地飞了回来 浮光圣灵少女感激地看了一眼唐明阳 自从知道本源法则意志对于唐明阳和小悠另有隐情后 他就不更加不敢得罪唐明阳和小悠了 不知电视者有何指示 唐明阳小声地问道 人类 快点提要求吧 我 我快坚持不住 浮光圣灵少女没有回答 那边的波尔奥玛圣者就急声地吼了起来 这时候唐明阳再看过去 只见他半个身子都被火焰给包裹着 只能够撑起一个能量防御罩勉强地维持着 情况岌岌可危 吵什么 你若是被圣尊之火给烧死了 那也是你自找的 浮光圣灵少女对着波尔奥玛圣者冷哼一声 人为刀阻我为鱼肉 波尔奥玛大吉 可顿时不敢吭声起来 只能够默默地运转胜利来抵挡 浮光圣灵少女这才看向唐明阳 她说道 你这身躯不过是考核之躯 修为再高也没用 你的本尊真身那边 正需要高质量的能量精华来提升修为和境界 不如这样吧 你问她要半块圣经之河作为救命之力吧 是 唐明阳一听这浮光圣灵少女竟然还为她的本尊修为着想 她心里大喜起来 同时 听到这话后 她也明白 她的本尊真身并没有问题 她于是 对着那波尔奥玛圣者说道 我需要你的半块圣经之河 当然了 唐明阳并不知道这圣经之河到底是何物 而波尔奥玛圣者一听 整个人顿时怒了起来 这回的怒火并不比刚刚浮光圣灵少女 要她交出圣锤时少多少 甚至还要愤怒 浮光电灵 你莫要欺人太甚了 你已经拿了我的尊级圣锤 这还不够吗 圣经之河乃是圣者最本源的圣河 我若是给出一半 轻则修为大损 立刻降到尾圣之境 需要不知道多少亿万年才能修复过来 众则性命不保 当场允命 你这要求 根要我的小命没有什么两样 波尔奥玛圣者私生怒吼道 哦 既然这根要你的小命没有什么两样 那你去找不要你小命之人 来帮你熄灭这圣尊之火吧 浮光圣灵少女冷漠地说着 她就是摆出这副吃定了波尔奥玛圣者的姿态 旁边的唐明阳识趣的没有说话 原来这圣经之河乃是圣者的本源圣河啊 听这浮光圣灵少女所说 若是她能够得到 可以迅速地提升修为 想到本尊的黄泉血海之身 每提升一个境界 就需要无数的能量 不知道得到那半块圣经之河 她的本尊能够提升到什么的境界 你 波尔奥玛圣尊怒不可及 可听到浮光圣灵少女的话 她又有种满腔怒火 无处发泄的憋屈之感 正如同浮光圣灵少女 有恃无恐的那样 她波尔奥玛圣者 已经没有选择了 若不将半块圣经之河交出来 她撑不过半刻钟 就会被圣尊之火给焚烧而死 好 我交 我交 波尔奥玛圣者心在低血地说道 她发誓 这个仇她会报的 她会报的 第736章传承候选者 波尔奥玛圣者觉得自己就像是等待屠宰的羔羊 眼前的浮光圣灵少女和唐明羊就是那可恶的屠夫 先前已经喝了她的血 现在还要来吃她的肉 她万分不愿意 可她不这么做 那很快就会被圣尊之火给烧死 她石海里 一颗如同袁煞之碑的圣盒 如同定海神针般处理其中 石海的圣力 全都萦绕着这块圣碑来旋转 她的圣念意志 也都全凝聚在这块圣碑桩的圣盒里 此刻 她逆转袁煞圣公 硬是要将这颗圣盒从中崩断 一分为二 且不说圣盒断了之后 对她修为的损害程度 单是这痛苦的程度 也令她忍不住地惨叫起来 这就仿佛她自己将自己的念头 一颗颗的撕碎 拿去 波尔奥玛圣者的眉心突然一亮 一道赤红色的法盲飞射而出 里面包裹着一颗杯状的金盒 在射出这块金盒的瞬间 唐明阳发现波尔奥玛圣者 整个人的气息只将弱了三四倍不止 而且她身上的圣道法则意志 竟然开始崩溃起来 这就仿佛一栋房子突然被去了一半的支柱 根基动摇 整座大厦开始崩塌一样 浮光圣灵少女伸手一招 一团胜利包裹着这颗金盒 检查了一遍 发现并无问题后 这才交给唐明阳 唐明阳用胜利包裹着 这块不足巴掌大小的杯形金盒 灵绝意向浮探进去 只觉得意念仿佛进入到 另外一个秘境空间 里面涌荡着的全都是 无比精纯的胜利 这里的胜利 每一丝都比极品圣经都精纯千倍万倍 这是一位真正圣者的金盒 里面每一丝胜利都是本源胜利精华 而且一点杂质都没有 可以被任何修士直接吸收 胜过服用任何的圣丹 悠悠 小悠也跑过来 闻到如此精纯的胜者精华 大声嚷嚷着 说他小悠也要尝一些 哈哈 你吃吧 唐明阳毫不在乎地满足着 贪吃的小家伙 里面的胜利 好如烟海 就算给这小家伙焚烧给几百年 只怕也焚烧不完 小翘也跑来抽热闹 在唐明阳面前急得团团转 仿佛在说小悠可以吃 他也要吃 好 你也去尝尝吧 唐明阳心情大好的说道 不过 这小家伙飞过杯行金盒那边 仅仅是尝了一丝 就立刻不感兴趣 因为那些圣丽精华里 半点法则一直都没有 根本不是他的食物 半颗圣和我已经交出来 你该帮我驱除这圣尊之火了吧 那边的波尔奥马圣者 声音极其虚弱地说道 唐明阳帮他驱除吧 浮光圣灵少女说道 是 唐明阳恭敬地说道 圣者这个层次的事情他不懂 他也不知道那个圣盟 到底是什么组织 不过他能够得到半块圣和 已经是意外之喜了 他看着对面已经岌岌可危的 波尔奥马圣者 也不再废话 他运转功法 一团黄泉血海之力凝聚而出 化作一个大手 朝着波尔奥马圣者身体周围燃烧的 圣尊之火给抓去 圣尊之火遇到黄泉血海之力 并没有去燃烧 唐明阳凝聚的黄泉血海之力 包裹住那块神秘骨头 在波尔奥马圣者和浮光圣灵少女的 差异里 圣尊之火熄灭开来 紧接着 那块神秘骨头被包裹回 唐明阳的手里 波尔奥马圣者 见圣尊之火已经驱除 他不敢怠慢 赶紧从储物戒指里 拿出一颗圣丹 立刻吞服下去 旁边的唐明阳 只觉得他身上不停崩溃的圣道意志 此刻凝炼了一丝 看来这波尔奥马圣者 算是勉强稳住伤势了 你走吧 你后若是再敢擅闯我浮光圣语 定斩不饶 浮光圣灵少女冷声地赤贺着 他的圣面一动 在波尔奥马圣者面前 法则扭曲而成一个空间传送通道 多有打扰 后会有期 波尔奥马圣者保持基本礼节地说道 他深深地看了眼浮光圣灵少女一眼 又看了眼旁边如同蝼蚁般的唐明阳 特别是看到唐明阳将他的那半块圣和收入储物戒指后 他内心更是暗恨不已 此仇若不报 他如何顺得下这口气 不过 他失去了尊级圣锤 已经知道不会是浮光圣灵少女的对手 可对付唐明阳这只蝼蚁 还是轻而易举的 没错 就是唐明阳 若非此子用那块神秘骨头暗算于他 他又何必受到这浮光圣灵少女的威胁 不送 浮光圣灵少女冷淡地回了一句 我们走吧 将所有怒火都忍下的波尔奥马圣者 这才看了眼旁边的奥尔摩多一眼 奥尔摩多浑身一颤 只觉得那波尔奥马圣者看他的目光 已经冰寒一片 他知道自己完蛋了 他让波尔奥马圣者来自本意是杀人夺宝的 可是唐明阳没有杀成 反倒是让波尔奥马圣者在这里赔了夫人又折兵 他浑身的每一根毛孔都冒着寒气 他知道回去之后 波尔奥马圣者不会杀了他的 因为会有比杀死他更难受千倍万倍的惩罚等着他的 哦 不不 浮光圣灵大人 我愿意加入浮光世界 给你做牛做马 求你收留我 求求你了 奥尔摩多突然跪了下来 朝着面前的浮光圣灵少女不停地磕头 他哪里还敢跟波尔奥马圣者回去 唯有留在浮光世界 他才有那么的一线生机 唐明阳看到奥尔摩多突如其来的求饶 他也是愣了愣 怎么这家伙突然就叛变了呢 可是他看到那边的波尔奥马圣者一脸的寒怒 他顿时就明白了 浮光圣灵少女见着奥尔摩多求他收留 他看都不看一眼 半步圣者而已 浮光世界里不知有多少 不成为真正的圣者 在他的眼中 不过是蝼蚁一只 奥尔摩多见浮光圣灵不肯收留他 他一咬牙 突然逆转功法 想要自行抿灭念头起来 谁知道就在这时一股让他莫指能够抵挡的圣威笼罩而下 侵入他的尸海使得他所有的念头在这个瞬间都仿佛被冰封了一般 你还是跟我回去吧 这时波尔奥马圣者的声音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别看如今的波尔奥马圣者受重伤 可他要杀死 奥尔摩多 只需一个念头即可 这便是真正的圣者和半步圣者的差距 不不不 杀了我吧 波尔奥马圣者 杀了我吧 肉身动弹不得的奥尔摩多 看着波尔奥马圣者时 全都是求死之意 仿佛刺他已死 乃是一件极其荣幸的事情 嘿嘿 放心 我不会杀了你的 我们走 波尔奥马圣者阴森地说道 他踏入了面前的传送通道里 而那奥尔摩多如同傀儡般 随后跟了进去 通道封闭 这片虚空里 只剩下浮光圣灵少女和唐明阳两人了 当然了 还有小悠和小翘 面对一位圣者 唐明阳还是有些紧张 浮光圣灵少女看着唐明阳 她先开口说道 你的成长真的让我太惊讶了 在考核规则的允许下 你有小悠和那件剑鞘圣宝的帮忙 你直接成为传承候选者都绰绰有余了 传承候选者 唐明阳有些疑惑 难道她现在还不是传承候选者吗 浮光圣灵少女似乎看穿了唐明阳内心的疑惑 她解释说道 除了像小悠这种天赋悟性妖孽的存在 会被我们十大圣灵直接收为传承候选者培养外 你们这些被直接发配到浮光世界里考核的 其实都是被我们淘汰过一次的 唐明阳一听 内心苦笑起来 原来如此 你如今的潜力和实力 直接成为传承候选者并无问题 不过 在我们十大圣灵之上 还有浮光世界的圣道法则一直掌控着 考核规则也是它掌控的 所以你虽然有这个实力和能力 但碍于规则 我并不能直接将你从这里带离 浮光圣灵少女说道 也就是说 我还需要一步步地从资格者里杀出去 成为考核者 唐明阳问道 浮光圣灵少女点点头 是的 正式的传承候选者有多少个 唐明阳问道 这也是我要跟你说的事情 传承候选者的数量是固定的 浮光圣灵有十位圣灵 每位圣灵一次性 最多只能够拥有一百名传承候选者 所以 当名额满时 新的一名传承候选者出现 要么旧的传承候选者考核失败 空出名额 要么新的传承候选者 从旧的传承候选者手里抢下来 浮光圣灵少女说道 唐明阳听到这内心一寒 果然 这浮光圣尊的考核 当真是异常的残酷 你的手里 如今有多少位传承候选者 唐明阳问道 有一百位 浮光圣灵少女说道 有多少人在排队 唐明阳问道 现在有三百多个 不过 随着你们这些考核者大潮降临 以后的数量会百倍千倍的增加 浮光圣灵少女说道 小幽算是正式的传承候选者吗 唐明阳在问道 小幽是我用来和其他圣灵 争夺浮光圣尊道统传承的王牌 没有将他培养大成之时 我是不会轻易将他放入传承候选者中去的 浮光圣灵少女说道 小幽一听 他竟然是什么狗屁的王牌 顿时愤怒起来 幽幽 他大声嚷嚷着 说他小幽才不会乖乖听你浮光圣灵的话 他要听 也只听唐明阳的话 浮光圣灵少女仿佛早就料到小幽这种反应 他笑道 当然了 这是我以前的想法 小幽是你的气灵 根据浮光圣道传承的考核规则 他若是作为你的气灵 是可以和你为一体的 幽幽 小幽听到这 这才满意过来 他大声嚷嚷着 说他小幽只和唐明阳在一起 第737章阵营 唐明阳将小幽抓在手里 轻轻地抚摸着她的燕尾 示意她稍安勿躁 他对着浮光圣灵少女问道 我和小幽是何为一体 占用一个考核名额好呢 还是分开占用两个名额好呢 小幽一听唐明阳这么问 他立刻急了 他才不想和唐明阳分开的 浮光圣灵少女笑道 当然是合在一起好了 小幽胜在天赋悟性妖孽 可以让她修炼浮光圣道观想绝 你胜在气韵机缘绝佳 可以逢兄化吉 你们两个 当真是天造地设的互补的一对 幽幽 小幽听到这 第一次觉得浮光圣灵少女顺眼多了 她冲着唐明阳大声嚷嚷着 说听到没 好 那我就和小幽合在一起 占用一个考核名额 唐明阳说道 这就对了 浮光圣灵少女很满意 到底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够成为继承浮光圣尊的道统 唐明阳再次问道 最基本的条件是 修为要达到圣道之境 浮光圣灵少女说道 唐明阳一听 心凉了一半 圣道之境啊 那只传说在远古神魔时代才有的 如今的神域 神帝强者都算是最顶尖了 对等到浮光圣语 也只是七文圣者的水准而已 浮光圣灵少女仿佛看穿了唐明阳的想法 她说道 自远古神魔大战 还与天地破碎后 圣道本源法则开始流失 无论是浮光圣语 或是其他圣语 甚至是外面的神域 从修炼的本质来讲 输入同归 我们修的都是天地本源 法则之道 为什么远古之时 会出那么多圣者 而如今成为圣者如此艰难 根本原因就是 我们要修炼的圣道本源法则没有了 这一点 唐明阳当然知道 浮光圣灵少女继续说道 外面的神域 已经没有了圣道本源法则 甚至连普通的本源法则 都开始流失了 这也是外面世界的修炼文明 衰落的原因之一 现在唯一有圣道本源法则 存在的地方 就是想浮光圣语 这等远古强大圣者开辟的圣语 在远古神魔大战后 将圣语封印起来 隔绝和神域的联系 这才能够将圣道本源法则 保存下来 不过 这保存下来的圣道本源法则的量 是有限的 也就是说 一个圣语保存下来的 圣道本源法则的多少 决定了这方圣语 能够出多少位圣者 唐明阳明白了过来 他忍不住问道 那我们的浮光圣语的 圣道本源法则 还能够出多少位圣者 浮光圣灵少女说道 圣道有七境 圣者 圣师 圣王 圣皇 圣地 圣尊和圣主 我们浮光圣语 乃是圣主开创的世界 他保留下来的 圣道本源法则很多 具体他能够出多少位圣者 这点只有真正掌管这方圣语的本源法则 一直知道 不过 我们每一位浮光圣灵手中拥有的圣道本源 最多只够让一位传承候选者修炼成为圣者 只能让一位 唐明阳一听 顿时紧张起来 他几声问道 那 那你的阵营里 可有圣者了 浮光世界有十位圣灵 我们这十位圣灵间的关系 乃是互相敌对和竞争的 也就是说 谁挑选的传承候选者 最终能够继承浮光圣尊的道统 就可以将另外九位圣灵给吞噬掉 达到圆满层次 在小悠没有出现前 我帐下的传承候选者 一直不能让我满意 所以 我的帐下还没有决定辅佐的圣者 浮光圣灵少女说道 唐明阳一听 这才稍稍安心 悠悠 小悠则飞到浮光圣灵少女面前 大声嚷嚷着 说这一份圣道本源法则 一定要留给唐明阳 这么说 你如今决定辅佐我和小悠了 唐明阳问道 没错 浮光圣灵少女点点头 那其他圣灵的帐下 可有圣者了 唐明阳又问道 只有三位圣灵的帐下 有了辅佐的圣者 浮光圣灵少女说道 这么说来 整个浮光世界 加上你们浮光圣灵在内 就只有十三位圣者 唐明阳问道 不 浮光世界只有我们十大圣灵 那三位成为圣者的传承候选者 当他们成为圣者的那一刻 就要离开浮光圣域 外出历练 只等我们十位圣灵 都培养出圣者后 他们才能够回来 浮光圣灵解释说道 那 那刚刚想要最先出手 抢夺这块神秘骨头的圣者 又是谁 唐明阳说着 目光灼灼地看着浮光圣灵少女 浮光圣灵少女突然咯咯地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唐明阳不解地问道 告诉你也无妨 想要争夺这块神秘骨头 就是我们十大浮光圣灵之一 他是浮光精灵 在我们圣灵之中排第一 他实力最强 除了培养出一位圣者在外历练 他的麾下还有九位很有潜力的传承候选者 卡在半省修为 其中有两位 近期可能要突破到圣者之境了 浮光圣灵少女说道 唐明阳一听 不解起来 他说道 你不是一位圣灵的资源 只能够培养一位圣者吗 浮光圣灵少女解释说道 是啊 我们手上的圣道本源 只够一位传承候选者 突破到圣者所用 但其他传承候选者 若有机缘和本事 可以到其他圣域收集圣道本源 来进行突破呀 原来如此 唐明阳明白了过来 不过你可要小心了 浮光精灵知道 你是我欲要培养辅佐之人 而且他也看得出 你身具大气韵 他碍于圣道本源 法则意志的约束 无法亲自出手斩杀你 但他必然会派手下的 传承候选者来斩杀于你的 浮光圣灵少女说道 唐明阳内心一紧 可他发现浮光圣灵少女 半点都没有担忧他的安慰 不由地问道 你看来不担心 我会被浮光精灵的 传承候选者斩杀 你若是连这点危机都应付不了 那就证明我看走眼了 浮光圣灵少女说道 悠悠 小悠一听顿时大怒 他大声嚷嚷着 也不管你浮光圣灵少女是什么身份 顿时召唤出幽怜炎火之剑 就朝浮光圣灵少女斩杀而去 好了 小悠 不可无礼 变使者说的没有错 我若是连这点危机都应付不了 更别提能够和其他浮光圣灵辅助的圣者去竞争了 唐明阳赶紧将这暴跳如雷的小家伙给抓在手下里 让他不要那么冲动 浮光圣灵少女也不生小悠的气 他说道 这是危机 当然也是机遇 刚刚你的到的那块圣盒 里面就蕴含着大量的本源圣道 你可以收好了 毕竟本源圣道之宝贵 以后你就会明白的 我知道了 唐明阳平静地点点头 实则他内心震撼起来 你在寻找幽灵令 浮光圣灵少女突然转移了话题 问道 嗯 唐明阳点点头 他有些诧异 浮光圣灵少女为什么要提起这些 浮光圣裕乃是浮光圣尊当年开辟的世界 在远古神魔大战之前 这里乃是一方修炼圣地 出现过很多圣境强者 这幽灵圣者就是其中一位 他乃是浮光圣尊的众多记名弟子之一 相传他在神魔大战里战死之时 修为是圣者巅峰 只差一丝就踏入圣尸之境 幽灵城乃是他当年建在浮光圣裕的道场 里面有着他死后留下的很多东西 当然了 如今成为浮光圣道本源意志掌控下的 众多机缘场所之一了 浮光圣灵少女慢慢地介绍着 幽灵圣者及其幽灵城的一切 唐明阳静静地听着 我先去已经和你说过了 每位浮光圣灵手中的圣道本源资源 只能够供一位传承候选者修炼到圣者之境 而其他传承候选者若想修炼到圣者 圣道本源只能够自己寻找 像幽灵城这等圣者遗留下来的道场 本身就蕴含着大量的本源圣道 而浮光圣道法则 一直为了选拔更优秀的传承者 也会在这些场所里 放置许多本源圣道或是本源圣堡 让大家去争夺 幽灵城过几年就会开启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进去争夺 浮光圣灵少女说道 你既然选择重点栽培我和小幽 那么就会提供足够的圣道本源 供我突破 怎么 难道你所说的话 不过是哄我的 其实你还看中其他的传承候选者 唐明阳警惕起来 幽幽 小幽感受到唐明阳的情绪变化 她也愤怒了 你多心了 我所选择了你 那么我手中的圣道本源资源 等你要突破圣者的那一天 自然会给你 但那也仅仅是够你突破到圣者初期而已 至于之后呢 要想在圣者之境上前进一丝 那可都是需要不知多少的圣道本源的 所以 凡是有圣道本源资源夺取的机会 你一丝都不能够放过 福光圣灵少女解释说道 唐明阳听到这里 苦笑起来 她也知道自己误会 福光圣灵少女了 对不起 我误会你了 她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 同时也示意小幽 冷静下来 无妨 我就喜欢你这种 小心谨慎的性格 福光圣灵少女说道 那什么东西蕴含圣道本源呢 唐明阳又问道 第738章九大神国惹不起 唐明阳很好奇 如今她只知道一样东西蕴含着圣道本源 那就是圣者们的圣和 可要她去屠杀一位圣境强者 这难度只怕比让她突破成为圣者更难千倍万倍吧 福光圣灵少女解释说道 凡是蕴含着圣道本源意志的东西 都蕴含着圣道本源 当然了 最常见的蕴含着圣道本源的东西 一类是道经 它乃是圣道本源凝聚的结晶 一类则是本源圣宝 圣者们炼制一件本源圣宝 就必须封印一定的本源法则 意志在其中 当然了 像圣者经和 像一些天地孕育的混沌之宝 他们也都蕴含着大量的圣道本源 不过那样的东西 前者要击杀一位圣者 太难了 后者要寻找到一件混沌之宝 太稀罕了 唐明阳听到这 她突然想起了 刚刚这浮光圣灵少女 还从波尔奥马圣者手里 剥夺了一件圣锤 看那波尔奥马圣者肉疼的样子 只怕那件圣宝 蕴含着巨大的圣道本源吧 浮光圣灵少女 仿佛看穿唐明阳的心思 她说道 放心 你若能够达到我的要求 我身上拥有的圣道本源资源 都会用在你的身上 包括那件圣尊级别的圣锤 唐明阳的心思被看穿 她尴尬地笑了笑 又问道 你也是圣者 你 你就没想过将这些资源 用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十大圣灵 如果无法吞噬其他九位 达到圆满 那么就算服用再多的本源圣道资源 修为也难尽一丝 浮光圣灵少女说道 提到这 她的目光里透出一丝的悲哀 唐明阳沉默了会儿 她说道 我唐明阳不是那种不知恩图报的人 你辅佐我 我便会念你的恩情 将来我也会尽我所能地 帮你去吞噬其他九位圣灵 我观察你很多天了 你这个人确实很念恩情 这是你的缺点 也是你的优点 浮光圣灵少女笑了 唐明阳也笑了 她问道 道经是什么样子的 道经没有具体的形态 它也不是死物 它可以幻化世间任何一样东西 可能是飞禽走兽 也可能是法宝武器 也可能是山川草木 所以你也不管什么道经不道经了 凡是蕴含着圣道本源法则意志的东西 你都去收集即可 浮光圣灵少女说道 我明白了 唐明阳点点头 好了 能说的我已经说了 碍于浮光圣道本源法则意志的监督 在这考核场里 知道你成为我的传承候选者之前 除非有特殊的情况 否则我再也不能出现在你的面前 干扰你的考核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浮光圣灵少女最后问道 我达到什么要求 才能够成为你的传承候选者 唐明阳问道 他还有很多问题呢 你修为达到七文圣者 并且完成对应的考核任务时 浮光圣道法则意志 则会向你颁发传承候选者的晋升任务 你完成后 即可算我麾下的传承候选者 浮光圣灵少女解释说道 你说这里有十大圣灵 我完成晋升任务 就只能选择你们 唐明阳问道 他怕浮光圣灵少女误会 又解释说道 你别误会 我只是好奇而已 浮光圣灵少女也不介意 他说道 在你们进来之时 你们就已经在我们十大圣灵这里分配好了 告诉你也无妨 浮光圣灵有六万大世界 我们十大圣灵各自瓜分着 你所在的允星大陆乃是我的管辖地盘 凡是降临在这里的考核者 就属于我麾下的成员 浮光圣灵少女说道 成为传承候选者后 能不能离开浮光世界 到外面去历练 唐明阳又问道 成为圣者肯定是千难万难的 他还肩负着推翻九大神国的使命 自他从轮回丹那里 得到黄泉血海观想绝后 他就知道轮回丹 绝非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而也只有去完成轮回丹的考核 他才算真正成为皇权明帝的传人 那个期限是一万年 一万年内 他必须去接受轮回丹的考核 然后开启反抗九大神国的战争序幕 当然可以 浮光圣灵少女点头说道 神域的九大神国 其背后到底有多强大 唐明阳又问道 反正不问白不问 他要将内心困惑的问题 一股脑的都问出来 我不知道 浮光圣灵少女说道 不知道 唐明阳有些不相信 我们十大浮光圣灵 从未离开过浮光圣域 而我们的使命 也只是寻找合适的继承浮光道统的传承人 其余的一切 我们一概不关心 浮光圣灵少女说道 唐明阳苦笑起来 他还想问问有关皇权明帝的信息呢 看来这浮光圣灵少女也不会知道了 我不管你和九大神国有什么恩怨 不过 你若是想活得长一些 那最好别去招惹九大神国 浮光圣灵少女突然说道 为什么 唐明阳眼睛疑惑地看向浮光圣灵少女 在这方环宇天地里 有一个全都由圣境强者组成的组织 它叫做圣蒙 到底这个圣蒙是谁创建的 谁又是蒙主 我还没有资格知道 我们这些圣灵也不怎么关心这些 圣蒙的一部分职责 就是阻止圣境强者间的互相杀戮 化解各大圣境强者间的恩怨 不过 我曾听说过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在圣蒙里也广为流传 浮光圣灵少女说道 什么事情 唐明阳突然意识到 不妙起来 上古时期 曾经有几位圣者 想要连起手来占领神域那片地方 后来他们死了 浮光圣灵言简一概 可唐明阳听了后 全身鸡皮疙瘩 都冒起了寒气 圣者 死了 谁杀的 圣蒙后来怎么处理 他吞了口唾液 谁杀的 我并不知道 圣蒙也没有处理 这也是圣蒙少有的几次违反规则不去管的事情 甚至还有一种传闻出来了 浮光圣灵少女说道 什么传闻 唐明阳问道 传闻九大神国的后台 就是圣蒙内的某些高层 浮光圣灵少女说道 这 唐明阳一听 彻底傻眼了 如果真是这样 九大神国的背景那么硬 那么他们这些皇权名帝传人还玩毛啊 干脆大家都找块豆腐撞死算了 这方还与天地 还有很多秘心 它蕴含的危险 等你修为达到一定的层次 自然会明白了 也自然会敬畏起来 所以 你若想活得久一些 那就别去招惹九大神国 你和九大神国的任何恩怨 都给我放下来 即便你成为圣者 也都不要去招惹 浮光圣灵少女深深地看了唐明阳一眼 再次警告说道 我 我知道了 唐明阳点头说道 可他的内心苦涩一片了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浮光圣灵少女 也不是那种婆婆妈妈的人 反正他的叮嘱和警告 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唐明阳听不听乃是唐明阳的事情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那通天商盟 是不是诸天万遇里的一股强大势力 唐明阳问道 他对于通天商盟一直很好奇 在乾坤大世界里 他是一股超级大势力 其背后有通天门 在神域里 通天门也只能算是超级门牌之一 和生死轮转门这种奇名 没想到 在浮光圣域里 竟然也能看到这通天商盟 再有 唐明阳从通天商盟里 获得过天大的机缘 他隐约觉得 这通天商盟在往后的日子里 定然还会和他有不小的因果 借此机会 他需要问清楚 通天商盟 他只是我们浮光圣域内 诸多古老势力之一 浮光圣灵少女不以为然地说道 古老势力 唐明阳眉头微皱 在远古神魔大战之前 浮光圣域乃是开放的修炼圣地 自然会有许多势力驻扎进来 远古神魔大战后 浮光圣域封闭起来 那些驻扎进来的势力 也就失去了和外界总部的联系 这通天商盟就是这么一股 能传承到如今还不灭 并且已经成为浮光圣域的一股超级势力 所以我说他是古老的势力之一 浮光圣灵少女解释说道 原来如此 唐明阳点点头 他内心苦笑不已 他本想从浮光圣灵少女这里了解更多 不过这浮光圣灵少女还真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关心和浮光圣尊传承有关系的事情 至于其他事情嘛 他有时候知道的都不一定 比唐明阳的多 你还有问题吗 浮光圣灵少女问道 没 没有了 唐明阳摇摇头 最主要是听到九大神国不可推翻后 他整个人都不好受起来 好 那你走吧 你要小心 允星大陆虽然是我的地盘 但浮光金灵若是派他麾下的传承候选者来追杀你 那么按照规则要求 我是不能够插手的 浮光圣灵少女再次提醒道 我知道了 唐明阳点点头 对于这些考核者的追杀 他有小忧和小翘 他还真不怎么放在眼里 浮光圣灵少女仿佛看穿了唐明阳的心思 他说道 你可别大意了 能够传承候选者的人 哪一个不是亿万里挑一 狮山血海里杀出来的 他们也都不差机缘气韵 甚至有些身上还有厉害的本源圣宝 我严禁于此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浮光圣灵少女最后留下这么一番话 然后他消失在这方天地里 唐明阳听到这浑身一颤 清醒过来 可他在想找浮光圣灵少女时 已经不见他的踪影了 第739章虎坛瀑布下的秘密 是啊 在无数的考核者里杀出来 成为传承候选者的 哪一个会简单 只是这段时间 小优和小翘实力大涨 连半圣级别的奥尔摩多 都能够击败 这让唐明阳的内心里 潜移默化地滋生出一种自大的情绪 他能够有这一番机缘 怎知其他的考核者没有 不能自大 唐明阳暗自警告自己 那奥尔摩多就是最好的例子 此魔的实力如何 若是他一开始 就直接将唐明阳给捏死了 那时候小优和小翘的实力 都没有提升上去 只怕唐明阳立刻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这就是轻敌大义 阴沟里翻船的最好例子 悠悠 小优感受到唐明阳的想法 他倒是不以为然地 大声嚷嚷起来 他说有他小优在 谁来他都是一把火将其烧死 旁边的小翘也飞到唐明阳的面前 战意腾腾的 似乎也表达着和小优一样的意思 面对这两个好战的小家伙 唐明阳也很是无语 我们先离开这里吧 他说道 在浮光圣灵少女消失前 已经在唐明阳的面前 留下了一个传送通道 唐明阳踏入进去 空间法则将他包裹 几个呼吸后 再出来时 他已经在虎坛瀑布之上了 回来了 看着周围死寂一片的密林湖泊 唐明阳内心 有种前所未有的亲切 至少这比面对是煞叫的圣语 和无尽黑暗虚空美丽的多了 他的灵觉意象 朝着瀑布后面的洞穴浮探而去 整个洞穴已经失去了 那层阻隔神念的 袁煞圣道法则之力 洞穴内依旧四通八达 庞如迷宫 不过 里面已经没有什么奇特了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着 他说要不要他 小悠一把火 将这座山给焚烧干净 不用了 唐明阳笑着说道 唐明阳的灵觉意象 再往瀑布深潭探去 咦 他发现瀑布深潭里 那股神秘的 祖阁灵觉意象之力还在 这股祖阁之力 似乎是袁煞圣道法则 唐明阳的眉头微皱 有些不解起来 他原本以为 这潭水的祖阁之力 应该是因为 那个洞穴的缘故 而那个洞穴为什么会有 袁煞本源法则降临呢 唐明阳猜测这个洞穴里 或许有着某些空间裂缝 使得是煞教圣地秘境的 袁煞本源法则之力 泄露在这里来了 看来事情并非我所想的 那么简单 唐明阳目光闪烁着 感兴趣起来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着 说要进坛底去看看 好吧 唐明阳答应下来 他开始往坛底下沉而去 悠悠 小家伙一眼一动 一股幽怜眼火 包裹住唐明阳 隔开谁的阻力 如今的小悠恋化 九道诸天剑以后 灵爵异象浮探范围 已经达到几十万米 唐明阳的灵爵异象 甚至不如这个小家伙 浮探得广 与我合体 唐明阳说道 他说着 异象和小悠的幽怜眼火异象 合为一体 悠悠 小家伙兴奋地大声嚷嚷着 主动去融合 唐明阳的异象 这个痰 好深 唐明阳大为意外 几十万米 还依旧摸不到底 越往深处 里面的原煞圣道法则 越是浓郁 而那些龙金兽 也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强大 五蚊 六蚊的龙金兽都有 这些龙金兽 发现修饰的异象后 都疯狂地朝着 唐明阳的方向扑过来 幽幽 不用唐明阳如何吩咐 小悠早就将整个湖底化作幽怜眼火之海 将所有感冒犯她的龙金兽全都焚烧成灰烬 反倒是小翘得不到出手表现的机会 在唐明阳的石海里钻来钻去 很是着急 然而 就在小悠出手瞬间将所有的龙金兽给焚烧干净后 整个空间的原煞圣道法则之力 突然如同潮水般退去 想要逃 小悠 追上去 唐明阳吩咐说道 她眼睛渐渐地亮了起来 仿佛猜测到了什么 悠悠 小家伙听到唐明阳的吩咐 大声嚷嚷着 她小悠保证完成任务 在她的灵觉异想浮炭的边缘 立刻凝聚出几万道幽怜眼火之箭 朝着原煞本源法则收缩的方向追去 我要火的 你可别给我一把火给烧的什么都不剩了 唐明阳叮嘱说道 悠悠 小家伙大声嚷嚷着 说她小悠知道了 而随着这原煞本源法则的消退 整个潭内的空间发生改变 原来如此 唐明阳的双眸闪烁着血盲 整个潭水的空间之所以浮炭几十万米都深不见底 原来是被类似于正式空间之力所笼罩 而随着原煞本源法则的消退 正式空间也就消失 这就显露出真容来 这一下子 唐明阳的灵厥意向浮探整个潭内的状况 也就深四万多米而已 在潭内岩壁那边 有无数通道 原煞本源法则的气息 就是朝着那边的洞穴内急速搜索而去的 此刻 小悠召唤的几万幽怜炎火之剑 正朝着那里追杀而去 悠悠 感受到唐明阳灵厥意向的关注 小悠更是卖力 小家伙大声嚷嚷着 可不要在唐明阳面前丢了脸 山石泥土在幽怜炎火之剑下 仿若无闻 小家伙直接掌控着幽怜炎火之剑 呈直线追杀而去 在潭底更深处的岩石层内 唐明阳的灵厥意向锁定一片虚空 所有的原煞本源法则 都在那一片虚空消失了 悠悠 然而没过几分钟 小家伙就在唐明阳面前 得意洋洋的大声嚷嚷起来 他说他小悠已经圆满完成任务了 做得不错 唐明阳将这小家伙 握在手掌心里 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厌尾 小家伙很是享受唐明阳的抚摸 他用幽怜炎火之剑 直接在潭底里 开辟一个通往更深处岩石层的通道 半课中补道 唐明阳降临到岩石层下 在里面有一片隔绝潭水的虚空 此刻已经被幽怜炎火所覆盖 火海的中央 一个由幽怜炎火组成的炼化封印 正封印着一条几百丈大小的龙金兽 其上散发出八位圣者的气息 但这不是圣兽 他看似是血肉之躯 可在唐明阳可以窥透其本源的双眸看去时 发现他的体内有着浓郁的圆煞本源法则流淌 血肉不过是其掩盖而已 若我猜得不错 他就应该是道经所化了 唐明阳目光闪烁着几分激动 浮光圣灵少女说过 道经没有具体的形态 他不是死物 他可以幻化世间任何一样东西 他可能是飞禽走兽 也可能是法宝武器 也可能是山川草木 而判断道经的最好办法 就是看这样东西内 有没有蕴含着本源法则意志 很明显 眼前这条龙金兽 就复活浮光圣灵少女所说的道经的特征 他在小幽的幽怜炎火焚烧下 表层肉身滋滋作响里 涌现出一股强烈的法则意志 他似乎想要反抗 可小幽的幽怜炎火里 蕴含着诸天剑意 正好是法则意志的克星 他的法则意志刚刚冒出来 就被小幽的幽怜炎火给焚烧掉 这道经倒是和当初在神灵墓地得到的 解法道果有些类似 唐明阳突然想到了乾坤大世界的神灵墓地内得到的解法道果 当时的解法道果 说是封印乾坤大世界的封印之力所化 可以现在唐明阳的眼光看去 却发现这解法道果的不同寻常了 那解法道果应该是一丝本源法则之力所凝聚的才是 看来那神灵墓地也并非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了 唐明阳目光闪烁着 若是等他出了浮光世界 再回到神域里 他定然要再回乾坤大世界走一遭 不单只是神灵墓地 那天五大陆还有很多地方藏着不少的秘密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着 他问唐明阳该怎么处理这条东西 将它打回到京的原形 封印起来 唐明阳说道 悠悠 小家伙领命 周围的幽怜炎火之剑斩杀下去 顿时整条富裕丸抗龙金兽立刻在幽怜炎火之剑下斩杀成为粉碎 这些龙金兽的血肉化为粉碎后 崩溃开来 化作最精纯的元煞圣道本源 急剧地朝着一个核心收缩而去 最后所有的元煞圣道本源收缩成为一块碑形的金河 里面的法则一直朝着一个方向 化作一道流光冲去 似乎想要拼死一搏逃脱出去 悠悠 小悠见这道经如今时候还不乖乖束手就擒 立刻大怒 大团幽怜炎火闪烁着诸天剑意的剑纹包裹而去 将整块道经都封印起来 最后带到唐明阳的面前 唐明阳认真的观察其这道经 从外形来看 倒是和他从波尔奥马圣尊得到的半块圣盒有些类似 不过圣盒里的本源能量 法则意志几乎没有 只剩下最精纯的本源圣道法则 而这块道经内的本源圣道法则 蕴含着无比强大的意志 就如同是一头难驯服的野马 若是想要吸收这块道经内的本源圣道法则之力 那就必须要战胜它的本源法则意志 做得不错 唐明阳好好对立下大功的小优表扬一番 若论本源圣道法则 这块道经比不上波尔奥马圣者的圣核万分之一 但它蕴含的本源圣道法则也不少了 能收集一点是一点 积少成多吗 第740章 许盈出世 波尔奥马圣者的圣核 毕竟代表着一位圣者的大半本源法则 里面凝聚的圣道本源可想而知 所以这龙金兽道经比不上波尔奥马圣核万分之一 那是正常的 看到这道经后 唐明阳也明白了这瀑布洞穴 为什么能够沟通是煞教的圣地了 定然是这块道经 受到是煞教圣地的元煞本源法则的吸引 沟通那方秘境的本源法则灌注到山洞里来 好让它吸收久而久之 也就形成那么一处奇特的地方了 小翘 这块道经的法则意志就交给你了 好好练化 努力提升修为 唐明阳将这块被小幽封印的道经 收进储物戒指里 并且对小翘吩咐说道 小翘一听到唐明阳给他颁布任务 还给他好吃的 顿时兴奋的战意腾腾起来 幽幽 小幽一听 顿时很不高兴起来 他大声嚷嚷着 说这道经乃是他小幽抓住的 要消灭里面的法则意志 应该让他小幽来做 让你做当然也可 不过你吞噬这些法则意志 也只是将它们消灭而已 小翘吞噬法则意志 却可以提升实力 这是合理利用资源 懂不懂 唐明阳决定好好教育一下这个小家伙 幽幽 小家伙点点头 他大声嚷嚷着 说将这道经的法则意志 交给小翘吞噬也行 不过他小幽可要讨其他的奖励 你想要什么奖励 唐明阳笑了 就算小幽没有立下大功 只要他能够满足这小家伙的 他想来都不会拒绝的 幽幽 小幽大声嚷嚷着 说他小幽实力提升如此之大 以后也不用再怕谁了 要是战斗都需要用他小幽 好 准了 唐明阳豪气地答应下来 以前是没有本事 小幽被荡成本源圣宝后 唐明阳怕引来 浮光世界的土著强者争夺 现在他彻底了解 浮光世界的实力构成了 而小幽和小翘合体后 只要不是圣者出手 他都不怕 所以 他也无需再让小幽 躲躲藏藏了 谁敢来招惹他 他就让小幽一把火 将谁给烧成灰烬 旁边的小翘一听 也急了 他立刻飞到唐明阳面前 战意腾腾地表达着什么 唐明阳不用小幽来翻译 也明白这小家伙着急什么 普通战斗 当然是小幽解决得比较快 若是遇到强大的对手 当然是要用你和小幽合体 共同迎敌了 唐明阳也摸了摸 这小家伙的脑袋 柔声地说道 小翘一听 这才安心下来 然后他从唐明阳的手指里 溜了出去 飞到小幽面前 也不知道向小幽说些什么 最后惹得小幽很生气 一口气将小翘给 吞进肚子里封印住 两个小家伙这又闹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唐明阳也很是无语 近朱者赤 近末者黑 这小翘跟着小幽九了 性子也慢慢地野了起来 该回禀木城去找许盈 拿到幽灵令 再去看看陈瑶瑶妇女 最后是加入日月圣宫 按照考核规则来完成任务 知道成为电使者的传承候选者 至于人族联盟的事情 以唐明阳的如今的实力 完全没有必要理会了 他顾不得那些人 况且随着考核任务的深入 那些人里99%都会因被淘汰 而被浮光圣道抹杀掉的 强者为尊 弱肉强食 实力强横后 唐明阳也无需再躲躲藏藏了 残阳如雪 他以本来面目 大摇大摆地走进禀木城 见识过他真面目的人并不多 平时不是以阳明堂的身份示人 就是躲躲藏藏 改头换面了 许盈的十海里 留有小幽的念头印记 唐明阳无需多找 小家伙立刻就能够感应得到 许盈的位置 唐明阳也就直奔着许盈的所在而去 许盈所落脚的地方是一处客栈 小幽说许盈在客栈的十三层楼上 前辈 住店吗 门口守着的女侍者 见到唐明阳的修为深不可测 她赶紧热情地迎上来 找人 唐明阳淡淡地说道 不知前辈要找谁 我可以在前台帮前辈查找一下 女侍者热情地问道 不用了 我知道她在哪里 唐明阳说着 直接往楼梯口走去 女侍者保持笑容 不敢再说什么 十三层 一条走廊过去 有九间客房 在哪一间 唐明阳问道 每一间客房都有着隔绝灵爵念头的阵法笼罩着 当然了 以他们的本事 当然可以暴力地破去 强行探查 不过 又不是来打架 直接去敲门即可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着 说是丙字号那间 嗯 唐明阳走过去 他的灵爵意向朝着门边的同龄敲击而去 这算是敲门了 房门内 突如其来的清脆同龄声 将房间内的几人都吓了一跳 房间内除了有许盈外 还有三位老者 他们的身上都散发出七闻圣者的气息 此刻的许盈 如同傀儡般呆立在一旁 双目空洞 显然是连灵爵念头 都被这三位老者给封印了 这三位老者 身穿着日月圣宫标志的圣袍 互相对视一眼 其中一个老者身体表层 有着圣礼符文闪烁 他变换成为许盈的样子 连气息也都一模一样 他先将灵爵意向浮探出去 发现唐明阳只是三文圣者 修为吻合 独自一个人 老者说道 这女娃说过 此子在她的身上留下了印记 能够主动找上门来 就应该是她了 好 动手 将她斩杀 本源圣气就是我们的了 其余两位老者 目光之中透着杀意 门外的唐明阳 敲响同龄后 就见许盈的灵爵意向 浮探而出 咦 这不是许盈的灵爵意向 唐明阳何等敏锐 她能够看得透本源法则的原貌 这等伪装 在她的眼中简直如同儿戏一般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着 她有些着急 唐明阳让她小悠在许盈的石海里 留下来烙印 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保护许盈的 只是进了誓杀教的秘境后 那里由本源法则隔绝 她小悠也就和这个念头断绝了联系 此刻 她立刻重新掌控那留在许盈石海里的念头 立刻发现许盈石海的符文经核 已经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封印圣文 小家伙生怕唐明阳说她小悠半事不利 在她小悠眼皮底下 都让人给许盈给制止了 她立刻愤怒起来 她念头一动 幽怜眼火瞬间将许盈的石海给笼罩 那些布满许盈念头的封印圣文 瞬间被这小家伙给吞噬掉 修友 你 你回来了 许盈看着石海里的幽怜眼火 有些傻眼了 她被抓时 曾通过唐明阳留下的念头印记 联系唐明阳 可根本没有反应 她本来已经绝望了 可没想到此时此刻 那颗念头印记 竟然连七文圣者的封印 都能够焚烧掉 那一边 房门还没有打开 三股七文圣者的气势 瞬间将唐明阳给笼罩住 与此同时 整栋客栈不知何时 已经被这三位老者布置了圣阵 此刻他们齐齐激发圣阵 整个空间立刻转化成为阵式空间 七文圣者 唐明阳有些意外 她没想到许盈的房间里会有三位七文圣者 她眉头微皱 不过如今的七文圣者对她来说也不算什么了 悠悠 小悠大声嚷嚷着 说她小悠烧死他们 许盈在里面怎么样 唐明阳问道 悠悠 小家伙这回没敢大声嚷嚷 她说许盈被封印住 不过已经被她小悠解救出来了 嗯 唐明阳点点头 她也没有去追问 为什么这三位七文圣者 勤注许盈 而这小家伙却没有发现了 不过 她猜测应该是和她这一个多月来 陷入是煞教的圣地秘境有关吧 旁边的小窍飞到唐明阳的浮纹经河那边 站一腾腾的 这小家伙也请求出站 小子 爆出你的身份背景 若是我等认识 或许可以饶你一条性命 方面咯吱一声打开 走出三位老者 中间那位老者看着唐明阳说道 从本元圣宝的消息传开时 他们已经全面评估过唐明阳的实力 大概也就是六文圣者左右 所以 他们三位七文圣者 根本不怕唐明阳能够逃脱他们的手掌心 现在还无踪无门 怎么 你们真想杀死我 唐明阳淡淡地回答着 他的嘴角泛起一抹轻蔑的嘲讽 既然你不肯说 那么就算我们没有问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小子 本元圣器不是你一个小小的三文圣者可以拥有了 你拥有了 那就是死罪 杀了他 三位老者没有再废话 他们之所以问唐明阳的身份背景 只不过是以防万一 怕唐明阳大有来头 他们三人一出手 就使出最强力的攻击 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 他们手中用的武器都是天极圣宝 泛着七文胜利 眼看就要将小小的唐明阳烘成扎实 唐明阳的身上却突然泛起一层紫色的火焰能量防御罩 所有的攻击落在紫色火焰的能量防御罩上时 全都如同泥牛入海 全无声息 什么 三位老者有些震惊 同时严重更多的还是贪婪 他应该坚持不了多久 我们继续猛攻 那位老者的狠话还没有说完 他的声音就戛然而止 因为这时候 他们布置的阵势虚空 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了幽怜炎火之海